Beauty Begins The Moment You Decide To Be Yourself By Coco Chanel 經典品牌的創辦人Chanel曾經這樣說過 美麗是由你決定做回自己那一刻開始的 今晚我會講我最擅長的多多鹹多多趣鬼故之外 還有網友Agnes也會打電話來講她親身激歷的靈異故事 也會講講香港恐怖歷史香粉療 今夜不切房我會講講黃尖和成龍的過節 壓軸就會講講舒淇入行時的辛酸史和他的奮鬥經歷 當中我會找到她很慘的入行時那個人出來變私 也會和周星馳有關 你們準備好了嗎? Are you ready? 你好 好了我們就講第二個故事 是關於大概三年多前的事 那時候的我不是上門寵物廟師 但是我還沒做的 我只不過是閒線做一個part time 做一些網上直銷賣洗油水 有個大概六十幾歲的依依 跟我賣洗油水 我就需要去上水火車站門口交給她 基本上你都沒什麼 交收完收一次便離開 那天我是第一次見她 而且我是不認識客人的 從來沒見過她 她說很簡單而已 就賣東西 然後她就跟我說 你得不一行 她說不如跟你一起吃個午餐 她邀請我去吃午餐 我又沒什麼事做 之後我又沒事做 那我隨便吧 她就一起去食海 她就說要轉車進去牽程間 轉巴士進去牽程間 好啦 在等巴士的期間 都需要等五分鐘 這個巴士 我們站著等五分鐘 但是她這五分鐘裡面 就已經跟我說 我老公死了一年半 嗯嗯嗯 對了 你會不會覺得很奇怪呢 如果你是我 是啊 咦 為什麼 會跟我說 你老公死了一年半 那關我什麼事啊 嗯嗯嗯 你會不會這樣想 會 當然會 對了 好啦 那我就沒回應她 哦是呀 哦這樣 都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給什麼反應 因為我真的不認識她 嗯嗯嗯 好啦 那上巴士了 你們都知道 我們香港一般的巴士 都是兩個位兩個位兩個位 兩個位的坐的 嗯嗯嗯嗯 是吧 好啦 那我就先上了 坐進去靠窗邊那個位 嗯嗯嗯 那他坐在家 också 嗯嗯嗯 上了車關了門 一開車 嗯嗯嗯 那他是你的客人嘛 你會不會ller đi她和他聊天 嗯啊 都會的 是啊 是的 很正常呀這件事情 嗯嗯嗯嗯 一滣�過去 嗯 然後他的頭部 裡多了一個影出來 嗯嗯 地還再重疊了 有一個透明灰色的影子在她的頭部重疊了 是一個男人的老白白的頭 重疊了在她的頭部 然後我的問題是因為我跟她坐得很近 她就在我旁邊的肩膊貼肩膊坐 然後我一轉過去就看到靈體的頭在她的頭部重疊 然後我很害怕因為太近了 我從來沒試過這麼近的一個靈體 只有頭在她的頭部重疊 然後我立刻轉過去窗那邊 然後用手機開了六字大明就在聲音播出 在想什麼事啊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一路坐車一路都很震 她不斷跟著 甚至於你經常看到這些事情 你都害怕我 不是啊太近了 遠一點 有一個遠距離都可以走 你還在坐車 然後還在我客人身上發生 然後在旁邊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是驚嚇的 人都瘋了 如果給我 還要看得很清楚那一隻 嗯嗯嗯嗯 你明白嗎 就是只有頭部 你沒有身的 大哥你只有頭部 是不是半透明那些的 是半透明膚色的 嗯嗯嗯 好啦 那開六字大明州 其實車 muj也很快步 這樣就需要下車 邀請了他去吃午餐 這樣就要他 你刮一個月 nuo頭部 都是迫住他走 喔 MTV 喔 MY GOD 整個午餐 欸 GONG 還有 我想跟你們說 午餐一點置調已經几點了 午餐一點至兩點 我又一次再告訴你,靈體是沒有分日光日白,中午,太陽曬那些東西 我突然在中午都看到,哇!這麼晚太陽你都可以這樣見到他們 然後我們去吃午餐,在這個午餐時間,也是一個小時 吃午餐,這個女人極大負能量,超級負能量的,滿腦子都是負能量 不斷數她老公的東西,她說她老公生前對她自己很差,對她兩個兒子也很差 不斷地在這個午餐時間,不斷地罵,不斷地罵 她有聲稱跟我說,自從她老公走了之後,她的肚子很不舒服 她的肚子很痛 當時我看到這個女人,整個人的能量都是不好,還有她的臉色都是不好 所以我覺得,因為她的負能量太大,還有她對她老公的埋怨 可能她老公對她這麼多年的傷害,生活上對她家庭的傷害 直到她老公現在都死了一年半,但她一直都埋怨得很厲害 她是不能夠離開,不能夠離開這個埋怨,傷害性 那跟她吃完東西,其實我也不知道怎樣安慰她 就當為一個聆聽者,聽聽她的老公的東西 接著跟她交換了Facebook 加了我Facebook 她有我WinCheck,她本身是用WinCheck來... 過數 跟我買沙漏水的 聊天買沙漏水 後期也有說我WhatsApp 他有三個聯絡我的平台 之後隔了大概一兩天 其實我再加了他之後 就看他在Facebook裡面的東西 那一晚上 大家吃完食物 那一晚上我空閒 就看他的Facebook 我看一看一看照片 誰知我看一看一看 一個男人黑白照片的時候 我連電話也想丟掉他 你知不知道 那個男人是誰 今天看到那個頭 今天黑白照片的那個人 那個人的頭 那靈體的頭,那個伯伯一模一樣 他們什麼關係?就是老公? 那個是他的老公 原來我今天看到靈體的頭 那個老公,那個人是他的老公 原來他的老公一直都在這年半跟著他 我覺得是很恐怖 你想一下,你自己一個女人的老公走了一年半 原來他的老公一直黏著你,黏得很緊扣 但是他還要不知,而晚間向密西人 對 總之我日後期發現,他見一個朋友就會說他老公 他的負能量不斷積存 好像滾球式,不停放大負能量 所以他的臉色也不太好 他經常這麼恨 沒錯,他自己也是很黑的 皮膚色,沒有光澤 眼神也很不光 怎麼說呢 沒有精神的那些 你看到他沒有發光 不精神,總之牙不會有光澤 很慘 很慘 整個人都很慘 然後隔了一兩天 發現了什麼呢 這個六十幾歲的太太 她不停地在我Facebook的平台 Reintrack的平台 WhatsApp平台 不停地轉載無聊 早晨啊 午安啊 晚安啊 今天你好嗎 那些這樣 每一天都是 我的電話不斷狂震 不斷狂叮 不斷狂叮 不要再來啦 這樣說 嗯嗯 我說你知不知道 很騷擾啊 你知不知道啊 嗯嗯嗯 這樣 然後 他 就跟我說不好意思 這樣 嗯嗯嗯 那他呢 就在Facebook那裡 自己的Facebook那裡 是 因為我 加了他的朋友 如果他有任何訊息 他都會彈出 是啊 不停地又罵他老公 啊罵啊 不停狂罵他老公 嗯嗯嗯 他就 你加了他做朋友 他就不停地 發放負能量 然後他就會開出來 就會看到 他有訊息 他開來看 啊 你知不知道呢 看完整個人都很不舒服 嗯嗯嗯 那我就忍不住了 嗯嗯 我就 好心跟他說 我就 WhatsApp跟他說 我說 太太 我說 其實呢 有些事情呢 你需要防下的 嗯嗯 需要防低 嗯嗯 就是 人都已經不在很久了 嗯嗯嗯 這麼說 我說 你都 很多事情呢 過了去的事情已經過了 嗯嗯嗯 其實你應該要向前看 嗯嗯嗯 你要為你自己的 就是為你自己著想 嗯嗯嗯 我說 不要再想一些不開心的事 嗯嗯嗯 對啦 就是不要再去罵你老公了 嗯嗯嗯嗯 對啦 因為這些事情真的已經過去 嗯嗯 而剩下的時間是屬於你自己的 嗯嗯嗯 你自由的了 這麼說 我說你 你去做一些你自己想做的事 嗯嗯嗯 嗯嗯 嗯嗯嗯嗯 跟著呢 他 他說我 這樣跟他說 他很生氣喔 哦 OK 對啦 他很生氣 有些人是接受不到的 哈哈哈哈 是嗎 講完就算了 你聽就聽 不聽就算了 對啦 嗯嗯 他就繼續 就是 對話裡面繼續說 那講一講一下 嗯 就是中間那些不要講 嗯嗯 嗯 Did you hear a speech Ele explained 其實有一件事呢 我想跟你講 他對話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會不會嚇到你 對對啊 eg 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很害怕 然後她說 是我是很害怕 因為我在家裡也看到她 嗯 她在家裡搞我們 搞我們 我說她怎樣搞 她說我常常一有意無意之間 我會看到一個黑影一層 這樣飛沫 她說不止一次見過很多次 然後我其中一個兒子也看到 OK 嗯 我就說 不如這樣 其實你真的 不要經常叫她 這樣說 我只叫她的意思是 你不要經常無時無刻 去 提她 因為好像 你放一些訊息給別人的時候 你找我嗎 你明白嗎 我好像打電話給沙姐 你找我嗎 她以為你找她 這樣說 你經常提起對方的名字 我明白嗎 對 她以為她仍然在家裡生存 生活著 為什麼你經常無事 每刻都提起我 這樣 我便跟她說 你不要再放下 不要這樣 這樣說 其實我中間 沒有推薦她做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但我只能夠 用勸喻的方法 就是你放下 嗯嗯嗯嗯 是的 你的生活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次 她又告訴我 她在家裡也有見過她老公 這樣 於是這就過了半年 半年之後她突然又來找我 又來找我買洗頭水 又覺得奇怪 又覺得奇怪 上次你買了五套洗頭水 你半年你用得了嗎 是的 那你跟著又再買多五套 嗯嗯嗯 好啦 那我們出到來 咦 出到來 看到她的樣子 是 不同了 嗯 嘩 她整個容光煤髮這樣 嗯嗯嗯嗯 整個白髮 半年的時間 嗯 半年時間 跟著她的眼睛呢 是變回正常那些 我們很精神的眼睛 精神 有些眼睛 有些光 沒錯 嗯嗯 她也有笑容 很開心 對著來找我 她說買洗頭水 還有她請我吃早餐 我竟然又帶我去餐廳吃早餐 嗯嗯嗯 她就很坦白的 因為她也不收息了 很坦白的跟我說 哎 還有沒有看到我老公跟著我 這樣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後我說 我真的看著 沒有喔 對喔 沒有喔 你做過什麼來啊 這樣說 她說 自從上次跟我 談完電話之後 是 她就認識 即是有些朋友 她有透露過這件事 然後她就 有些朋友就跟她說 不如你去佛堂那裡 念經回向 嗯嗯嗯嗯 然後她就不會 直至到我見她那一天 她都仍然 每一天都有念經回向 給她老公 嗯嗯嗯 也都 也都 即是她那種 除了回向之後 她就念了一些東西 是幫自己淨化 淨化之類的那些 是的 是的 那些我不懂 我不知道什麼經驗 是的 然後她就說 我這半年來就是做這些 嗯嗯嗯 還有她的人 開心了 還有她說 我肚子沒有再痛喔 她說無緣無故地 都沒有再痛了 這樣說 即是可能她 我懷疑她之前肚痛 是負能量來的 是的 因為一個人負能量 你一個人很多病痛 周身骨痛 我以前 在國泰上班的時候 那些人經常罵 她的身體經常都不舒服 嗯 是的 應該是自己自己 自我負能量 即存了一個身體 是的 可能周身走 就是一些痛症 那樣 但是那些看醫生 又沒有看得出來 是的 是的 那 其實我那一次 那一次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是的 是的 那她呢 她呢 很開心跟我分享 她做了些什麼 在佛堂 嗯 然後她又去 喜歡唱歌 她又去唱歌 做一些自己的喜歡 沒錯 做一些正常的生活 做一些她自己過的生活 開心的生活 是的 那其實都可以 呃 呃 就是在這個故事裡面 亦都提升了我自己 一些事情 就是說 嗯 其實有時候 別人對你的傷害 嗯 其實都 不需要去這樣 呃 很生氣啊 就是令到自己 積存這麼多的負能量 嗯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需要 所以日常生活會有很多壓力 嗯 譬如你是阻止不了別人 譬如你家庭的成員 嗯 是的 你要跟他住的 你阻止不了他對你的傷害 但是你可以改變的 嗯 嗯 是的 其實在這件事裡面都 都給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經驗 你自己都能明白什麼 嗯 沒錯 就是 是真的 是要改變自己 那個 你可以逃避也可以 你可以去選擇也可以 你可以改變自己 而去 而去 影響對方 對你自己的傷害減少 嗯 或者是令到他 不會再傷害你自己 嗯 是的 嗯 你改變不了對方 你唯有可以改變自己 在這個case裡面 就是說 他不知道 就是他 我們不知道他跟他先生 他先生生前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 他最初接受不了 你說他好像是 他老公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 可能他朋友 他也有這樣的緣分 遇到另一個朋友 帶他去念經 那麼隔了半年之後 他再去找你的時候 他已經容光緩發了 對 對 對 最後我們分 就是吃完那個 早餐 嗯 他呢 就在一個袋裡 拿了一張東西 什麼 是佛經 OK 是他拿來送給我 是他送給我 是 是 是啊 我覺得整件事 其實我是沒有幫過他 我不覺得我自己有幫過他 我只是提他 你有幫過他 已經幫了 如果你不跟他說的話 他就一直在罵 他就不會有空間 給他思考 作出改變 是不是 嗯 但是其實那時候 我也很生氣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太騷擾我了 騷擾人 騷擾得很厲害 OK 如果值得的話 我才會把我的訊息 讀出來 你繼續說 好 其實這個故事 最驚嚇的是 坐巴士 是啊 太近距離 太近了 我真的瘋了 你知道嗎 不是啊 但是呢 你的好 就是聽一下 Agnes說鬼鬼 其實不是說 個個期望 哇 好恐怖 另外有一件事 他們的網友 就是我們物以類罪 有一件事 就是很好的 就是 你也跟我有件事 就是 究竟我們這個經驗 可以帶給一些什麼訊息 就是 原來這個太太 他一直都這樣 去帶著一個仇恨 去到他朋友 去到你提點他 他初頭不接受 之後他有機緣 他的朋友 帶了他去信佛經 用另一個方法 去化解這個仇恨的時候 他整個人 都變成了氣質 那個磁場 沒錯 因為我們的訊息是一樣的 你看一下 他負能量很厲害的時候 那個樣子 真的很暗 他整個臉色 整個身體是膚色 都是灰灰暗暗黃黃黃的 那些 所以 真的很開心 但是他整個人 一轉變的時候 你一放下 你一放下 就不要 不要又怨 還有呢 剛巧 你看到我的 Thumbnail 就是說 舒奇 中間有一個 阿伯和周星馳 其實我今晚壓軸 就是因為我是要說 舒奇 他剛剛出道的經歷 曾經是很不開心的 那他很不開心 為什麼他之後 又可以這麼成功 又找到他自己的愛人 或者家庭呢 其實也是跟你現在說的 是一脈相承 做人真的要放下 你才可以繼續向前走 是不是 是啊 我經常跟他說 你是有選擇的 嗯 是啊 是啊 就是你想通這件事 你想明這件事 就可以了 你是人 我們是人類 OK 我們是有選擇 嗯 是啊 但是呢 每個人的資質不一樣 有些人是取得時間的 有些人的誤性是高 一聽就明白 是不是 有些人可能要自己去經歷 有些人不用去經歷 聽了 我看到 就是難道你看到 你要自己吸過毒 你才知道吸毒 原來是一個後患無窮嗎 有些人可能你已經聽過 Case Study 你已經聰明了 說不會觸碰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的誤性不一樣 不過我也很感謝你分享 也很感謝沙姐 你還有什麼 繼續跟我們網友說 有沒有預告 下個星期六 你有空 下個星期六 會不會再跟我們分享 要想一下 對 好嗎 因為呢 因為呢 我的故事呢 不是經常都會有一個 這樣 有些可能是散修修的意思 是啊 真的 大部分 對呀 你比較有空 下個星期六 有些散修修的 我們又可以吹下水 關月 因為我們見不到 大哥 你明白嗎 哈哈 或者有些人見到 你明明有些散修修就是 你去到某一些地方 你會閃一下 就是見到一下 或者可能你經過那個地方 他長期站在那裏 那些 死了在這裏 那些散修修都 都不知道只能不能說 好啊 是啊 好啊 好啦 那我們下個星期六 我們再約 看看你會不會有些不同的經歷 就算 即使是 短的故事都可以分享 好嗎 好 多謝各位 謝謝Annes 拜拜 我先給她一點掌聲 好 我們下個星期六再聊一下 拜拜 拜拜 Take care OK